看到以色列媒体爆料了伊朗20年的秘密和计划,这篇就多写点,三千多字吧,伊朗从来都否认该国是图生产和武器,从来都是书和计划只用于和平用途,但是美国和伊朗都不相信。 2018年1月,以色列的摩萨德从伊朗到取了数万份资料,以及众多CD,据说重量高达半段,11月23日,以色列媒体新消息报,发表了采访摩萨德的三万字长文,这还只能管中溃报,是得解读如此庞大的伊朗和计划资料。 文章称,2018年1月最后一个晚上,摩萨德特工在黑兰郊区,闯入一个秘密保险仓库,他们都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个复矿,里面的资料多到让人咋舌。 仓库,有32个巨大的伊朗制造的保险柜,每个保险柜高2.7米,这些保险柜装在重型容器室的装置上,下面只可以承受巨大重量的轮子。 保险柜当然拥有质量的文件储备,伊朗只有少数人知道伊朗和计划,存当于这个仓库内。 在保险柜的房间内,特工发现了其他东西,成堆的CD、DVD和电脑光盘,其中大多数没有标记。 指挥人员告诉特工,带走所有的东西,他们直到凌晨5点才离开仓库,摩萨德到取材料,包括114个文件夹。 52500亿文件,8500页未首写,很多是高级官员亲自撰写。 其中有一些还曾经是死于摩萨德之首的核计划专家。 最大的惊喜就是存储在182个CD中的大量信息,伊朗人记录了和计划的几乎所有内容。 设备、秘密工厂、设施建设、实验、项目进展、目标和阶段的详细介绍。 伊朗人发现后,曾发动一万两千人坦查追捕,但无果而终。 将这些资料带回以色列后,以色列、冷美国、英国等特工,以及诸多翻译人员,对此进行翻译和研究。 当二材料彻底颠覆了伊朗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声称和平利用何能的说辞。 而在伊朗人自己的波斯文档案和CD中,清晰记录了极少数伊朗高层和数百名技术人员在这期间一直在进行秘密和计划。 比如,他们试图在第一阶段制造五枚核弹,可以搭带伊朗国产的水黑三导弹,项目不只是伊朗科学家参与,最初甚至还有巴基斯坦人和其他外国人帮忙。 为了让核计划能更顺利进行,伊朗人甚至还在计划中,列出了未来核饰演的五处可能地点。 因此,以色列媒体在报告中,将伊朗和计划称之为巨大的国家极欺骗行为,认为该国差一点就骗过了全世界,一旦伊朗真的掌握人子弹,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西方情报人士对媒体说,多年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计划,但并没有理解他们的整体背景。 在我们看到这些文件之前,并没有真正理解RMIT项目,它的秘密代号是RB,是如何被转换为国防部下属的项目,或者是一个公开的项目SBND中有一个隐藏的程序,摩托德从伊朗获得的材料解决了这些米团。 情报人士补充说,伊朗的彻底复战,在这一点上却是很滑稽。 这些文件,不仅暴露了伊朗人的欺骗行为,它还表明了不扩三核武器条约的弱点。 伊朗签署了条约,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眼皮底下,却又能强制执行。 摩托德获得的档案写是,联合国机构尽管反复警告,摩托德和其他特工机构以及媒体不断曝光。 但伊朗依然成功地进行了秘密军事核计划很长一段时间,摩托德甚至声称,伊朗,今天还在一直继续这样做。 伊朗的秘密军事核计划,于1992年或1993年开始行票,当时伊朗人开始有兴趣获得生产和运行,由农索离心机的技术。 他们从巴基斯坦的核项目主任阿卜德那里获得了大部分知识。 后来有其他外国人帮助,第一台离心机是在一个名为Dame Wonder的地方设计的,由于以色列情报对国际社会警告关于该地浓缩油设施的建设,因此,伊朗决定,拆除它并建立另一个新的浓缩油设施。 这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奈坦斯核设施,在伊朗内部的文件中,该地点被称为科审,刚开始只是以色列在调查。 美国不相信,后来随着信息披露的越来越多,美国人也参与进来。 此时伊朗人秘密建立了他们制造原子弹的军事计划,名为Amit项目。 这个项目虽然来自伊朗最高层,但它料不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衣的直接指示,因为它公开且强烈否认,伊朗拥有何计划,显然得确保它的名字,不会与该项目挂钩。 尽管如此,魔法得盗取的档案,毫无疑问地包含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以及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埃里沙姆哈尼签署的文件。 比如一份档案文件的标题是计划得到了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批准,这获得了管理Amit项目高层的认可。 其中包括当时的总统哈塔尼,当时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是现任总统鲁哈尼。 当时的国防部长阿里沙姆哈尼等签署,Amit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在档案中找到。 根据摩萨的行动中获得的材料,伊朗的计划是生产五枚弹头,每枚弹头为一万吨当量,并将其组装在伊朗制造的Sherab-3导弹上。 而伊朗高层规划的核设施远远超过生产只生产五枚核弹的能力,由于制造核弹及其发射能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需要伊朗军队和情报部队之间协调。 在其中一张CD中发现的一个特别丰富多彩的掩饰文稿,显示了伊朗核项目的复杂性。 该计划是基于伊朗各机构的共同努力,情报部门,革命卫队包括其航空航天部队,以及目前正在叙利亚发动战争的审查旅等参与。 这些文件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了核计划,背后一名教授Moulson Sakrizada他写下了众多签字,比如一份当案显示,高级核计划官员达瓦尼博士,向Sakrizada写了一份长篇技术文件报道。 后者给予了详细回答交流,达瓦尼博士士德黑兰伊玛木,侯赛因大学物理系主任,也是伊朗核计划的关键人物,2010年11月29日,差点被暗杀。 后来当时的伊朗总统内甲的任命达瓦尼为副总统,以表达他对伊朗的贡献和勇气的嘉奖。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以色列认为Sakrizada是情报搜集的首选目标,甚至认真考虑暗杀他。 特别是在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和以故的摩法德负责人达根的任期内。 不过至今Sakrizada还活着,可见暗杀计划上来实现。 或许是奥尔默特当时决定停止行动。 根据材料,十几年前,伊朗人为了核计划顺利实施,寻找一个地下核试验场,理想地点很可能是位于圣城库姆附近的福尔多核工厂,这里位于山区,对爆炸的抵抗力极强。 后来因为被以色列摩萨德爆料太多,伊朗人开始担心项目,因此官方决定做出一些改变并终止AMED项目。 但以色列和美国对此解释不同,美国人认为伊朗终止了AMED项目时何计划停止? 另一方面,以色列声称这是一个骗局。 根据摩萨德盗取的档案显示,以色列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些文件记录了关闭一个项目,并重新开放另一个项目的内容,以及伊朗内部如何做出决定的复杂程式。 时间是2003年8月到9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世界,AMED项目停止的地方。 一个新项目继续进行,名字是SPND项目,SPND项目,比AMOD项目聪明。 AMOD项目完全秘密,而SPND项目有秘密和公开两部分。 公开方面,声称和计划到和平目的,用于医学研究等。 但秘密的则依然是在进行核武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SPND项目。 书记还在实施,因为根据摩扎得到取的文献,里面有相关官员们对此的介绍。 达瓦尼博士在2003年3月3日,指该项目负责人Deck Revolter的一封信说,我们必须区分公开和隐蔽的活动。 而相关文件显示,SPND项目秘密项目,包括核实演设施SERED1,弹头一体化设施SERED2和SERED3。 这是维持HEP3导弹生产核弹头的设施。 根据文件,所有管理人员和70%的劳动力将从MEMID转移到SPND。 后来,伊朗人担心国防部档案,可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目标,因此在2016年2月,伊朗人将档案搬到阿德黑兰天远郊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该设施几乎完全没有防备,因此不会引起注意。 即使是守卫设施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正在保护什么,而伊朗人不知道的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密切跟踪了甘米项目20多年,自2017年初以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盗取资料的行动,直到2018年1月实施了行动。 你如何看待以色列媒体爆料伊朗和计划,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